大家好,我是阿隆 这边啊,之前已经有先种了 这个是,这两排是青花笋 旁边这两排 就是芥兰苔啦 这已经种下,差不多五天左右 那今天要来整理这个地方 把它整理起来,要开始播种 这个之前有撒过那个油花菜啦 那时候,可能是蚂蚁啦 那个牙刮起来不完整,后来就把它弄掉 这就可以了这边了 就是,把它弄掉了 所以,咱们这边插了 那現在這個種子已經撥撒好了啦 那這個我們常見的就是這個種子不花芽原因有幾點 一就是小鳥偷吃小鳥偷吃你可以插個竹子拉個繩子 然後加個像我們那個光碟它會有亮亮的亮片就可以了 掛在上面它會緩亮小鳥都會怕就可以防止 再來就是那個螞蟻啦昆蟲之類的啦 那這些我們可以用那個譬如說加個木炭灰啦 咖啡渣啦還有白醋噴灑之類的 降低它的我們的損害啊當然這不是百分之百啦 不過就是說盡量做驅離我們種子 確保我們種子花芽率比較高 還有一點可能你種子放太久了 它也不會花芽 那以上就這幾點 那現在這個土 這個有看到這個種子 不能蓋太多 蓋太多這個種子 怕它太深它花芽也會不好 咖啡渣啊加一點沙土 它有一點重量比較好灑 啊不然青飄飄的 我們這個上面這個紅紅的種子啊 啊我們蓋的時候啊像這個 這樣撥灑 有的沒有全過也沒有關係啦 隱隱約約就可以了啦 啊盡量不要蓋太多土就好了 沙土不要蓋太多 盡量不要蓋太多啦 盡量不要蓋太多啦 盡量不要蓋太多為盡先 感谢观看